小千 車評測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千車評測 我是喵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輛加速旋車 旋風龍捲風 目前車才剛入手 還沒有改裝 這個綠色感覺有點像玩具 反正我們等等還要重新考慮顏色 就先忽略它嗎 在我們開始前有一件事情 我白說大家 就是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讓我在下面點個讚吧 還有訂閱跟開啟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哦 那我們開始吧 這台車是在走私大暴走時期推出的 可以在傳奇穿越用189萬買到 在超跑中算是一個中間偏高的價位 特別的是它是一台純電的超跑 四具馬達分別驅動四個輪胎 如果我看過特斯拉的加速影片 應該就知道電動車的加速是很恐怖的 讓我來期待一下等等試駕什麼感受 這台的實車如果不是常常有在關注車的消息 大概完全不會聽過吧 推出的公司叫瑞馬克 成立是2009年 是一間在中歐的克羅埃西亞的公司 執行長就是姓瑞馬克 現在才31歲很年輕啊 2011年在德國的法蘭克福車展上 發表的超跑概念車 COMCEPT-1 就是旋風龍捲風的實車 不管是車頭還是車尾 龍捲風都比COMCEPT-1方一些 但整個車身線條非常的相似 還是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同一台車 接著 來仔細看看外觀吧 從車頭看去 我其實覺得挺可愛的 整體造型接近 妥約性 引擎蓋 雖然沒有引擎蓋 但我們還是稱它為引擎蓋好了 這樣才知道在說哪裡 引擎蓋中間是個凸起的線條 設計就像是它的鼻子 然後水箱護照當然就是嘴巴 非常卡通的嘴巴 然後這車能差不多中間的位置 做了一個風格 上面是裝飾用的 下面是魚眼大燈 大燈下有L型的LED燈條 外側也有直的LED燈條裝飾 我覺得LED應該是日行燈 可惜GT-1沒有辦法單獨的開 這樣的大燈形成一個 半開眼睛人的感覺 好像是在說 起來變得 不跑快一點我就用大嘴吃了你 或者是衝來衝來這樣 夜晚開了燈也一樣的可愛 水箱護照兩側有進氣孔 導引車頭的空氣 幫助前輪下車散熱 進氣孔外側是複色調的導風板 來到車側 順著前面導風板過來一條的複色裝飾 連接著偷往後輪散熱口的進風口 應該是這樣才對 可是這裡不知道為什麼造型非常的奇特 複色凹進去的地方 什麼都沒有 就直接再凸出來 凸出來的部分連接到 碳纖維版的裝飾 然後這個碳纖維版的外側 才做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口 可能這台車太黑科技了 不是身為強热的我可以理解的 從前輪廣延伸過來的線條非常銳利 不禁讓人懷疑會不會刮手 特別的是這線條幾乎是水平的 跟很多超跑會在前輪後下凹 然後往後輪斜向上的線條是不太一樣 因此鞋的門特別的大片 然後側窗特別的小 跟山豬有點類似的味道 但山豬是向後斜的 完全的水平還是挺奇特的 後輪拱突出範圍挺大 看起來十分強壯 折線也十分銳利 跟車頭相呼應 然而兩條線並沒有相交 車頭的線像是避開後輪一樣 向上跟車頂收在一起 再一路往車尾去 這邊造成了一個扭曲的面 在光照車下會有不同的反射 我覺得還不錯 後視鏡是探先的 然後大又清楚 但沒有電動收折 這不小心撞壞維修費應該是不便宜啊 輪圈是中空的雪花造型 內置低調的黑色卡鉗 最後來到車尾 車尾一樣不是走帥氣路線的 六角形的尾燈分成一半 外框是一般開燈的狀態 下面是上支燈 上面是裝飾 中間那條則是用來當倒車燈 後打風玻璃很大一片 可以看到內部巨大的電池 為4G高功率滿達供電 如果拿Concept1的數據的話 可以達到1088匹馬力 然後163.1公斤米的扭力 這非常的驚人啊 這電池也很漂亮 外殼是探險的 然後有許多卯釘裝飾 中間放上了旋風的標誌 還寫上線圈 這個選的字體 我也很喜歡 前面跟左右各有三條粗大的電線 弄得好像有引擎的管路 整體形狀跟車尾蠻像的 我覺得這樣的連結很棒 車尾中間也被黑色散熱口 然後分成上下兩半 這台車用上很多這樣分半的元素 下方正中間一個裝飾的排氣管 將探險的擴散器分為左右兩邊 我想它很多地方應該就是想保留一些 油車的元素 畢竟許多愛車的還是對於電動車持保留的態度 我必須說這台車真的很多話 稍微讓人感覺它在嘲笑後面跟不上的車 擺出醬著臉 然後說跟不上了吧 再來看看內裝吧 這台車的內裝我們從兩個座椅中間看 整體造型還蠻特別的 前面整個是弧形的 讓車內空間看起來特別的大 用上皮鵝跟塑膠雙色搭配 看起來很有質感 不說的話 比起熱血的超跑 更像是穩重的高級教程 但中控台上又用上了探險裝飾 悄悄的展示出自己是一台加速怪獸的身份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弧形的內裝 個人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空間看起來也特別的大 駕駛座前方三幅式皮革方向環 下面有座樓空 再加上一塊塑料裝飾 這裡如果能用金屬感覺會更好 喇叭是上面較寬的六角形 中間椅圓的部分內凹印上旋風的LOGO 方向盤上有十二個功能按鍵 左邊可以操控音響主機上一手下一手 音量大小等等 右邊則是跟智慧型手機連接相關的 藍牙、免持聽筒、網路等等 方向盤後方有雲刷跟車燈撥桿 電動車不用換檔 所以沒有換檔撥片 往前平常鑰匙口的地方是PUSH START的按鈕 旁邊還有可以切換二輪跟四輪傳動的按鈕 讓駕駛可以選擇是要性能還是要省電 前方三軟是書外儀錶板 凹進去的非常的深 有兩根車體呼應的感覺 左右兩邊都是轉速表 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兩個轉速表 而且兩個轉速的範圍還不太一樣 正中間是時速表 單位是引體每小時 中路台最上面是大面積的冷氣出風口 只有一個駕駛跟副駕駛就沒有辦法分著吹了 故障、雙黃燈按鈕跟出風口整合在一起 下方大型一鏡螢幕 音響主機和冷氣控制坐在一起 單區的恆溫空調支援冷暖氣 我在想GTA的那一張是不是比較晚一個世代 這樣的配備感覺就是一般叫車上的 高級車應該要更好一點才對啊 再往下看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兩個可以控制很多車內設定的多功能旋鈕 然後兩個置背架 副駕的前方有一個置物空間 線條感覺跟出風口整合在一起 很難想像擋開會是什麼樣子 兩側的車門都是由黑色的皮革、灰色的塑膠 跟鍍鉤的飾條飾板組成 造型設計我覺得蠻漂亮的 兩邊都有可以電子控制車門鎖跟車窗的按鈕 門底下裝有音響 外面用鍍鉤飾條裝飾 門邊有置物空間 椅子是雙色皮革組成的 造型線條弄的蠻有質感的 後方可以直接看到電池 或許因為不是引擎所以根本就沒有隔開來 不知道大功率放熱的時候 會不會對車內溫度造成影響 我們現在來到了改裝廠 路上裝的有點慘 錢包桿的話 有曲線跟效能可以選 兩種都有噴漆跟太鮮 我選一個太鮮的 然後燈換成這個散氣燈 配置的話 我喜歡放側面兩個 就是側面兩個 然後這一次用個 用個電子拿好了 塗裝喔 感覺藍色雙條紋比較吸引我 但是 這跟車色會有一點關係 我想我們先去看顏色再回來好了 主色調 金屬的 這個亮金屬的暗葉藍 好像不錯 恩 就這個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太久沒改車了 那膚色調的話 我們來個 黑色 其他顏色好像都不太適合 內妝的話 來個 這個巧克力妝 看起來不錯 忽略那個粉紅色的線 那是暫時的膚色調 然後果然還是這個 塗裝用藍色雙條紋會比較好 大家再忽略一下粉紅色 側裙的話有賽車級跟效能型 效能型的那個 倒楓在前面 我喜歡後面的 然後當然是選探仙 有探仙的話 所以就是探仙賽車級 擾流版第二型 改裝型跟GT 探仙GT 這個對我來說不太用猶豫了 懸吊最低 車輪類型 高檔車 原廠的 超級時代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 好就超級時代 顏色的部分 黑色嗎 不要紅色 不要 綠 這個 去黃色 曬色黃 這顏色好喔 就決定是你了 客製化輪胎 這樣應該就沒了吧 改裝完成 我們去測速度 開不下車 速度測試 這個規則是第一個檢查點400公尺 第二個檢查點1公里 重長2.5公里 我會不靠比賽一開始那個加速 直接一般的起跑 然後看看400公尺或1公里的時候時間是多少 來算出這個 這一段的速度 400公尺加速10.24秒 區段速度是140.6 加速超快 直接刷掉了就加上去1秒 誇張 0到1公里是22.16秒 區段速度162.45 開始感覺好像 是不是已經極限了啊 後面無力啊 有沒有電動車的缺點 1到2公里19.88秒 區段速度181.09 最後極速是182.08 總時間51.956 並不算非常 好的成績 既然剎車是 我先加速到極速 2公里出的時候 剎車 然後看 最快速度剎到停 可以多短的距離 稍微動到 移回去 2.5個 2.5個 跟X80還有小丑一樣 普普通通吧 每天的話 一樣 規則 也是加速到極速 然後下停 把車擠得很長 嗯 嗯 哈哈 有點長 3.5個 我雨天神車的RH8 下車距離也是很長 所以怎麼樣還很難講 又來到我們的賽道測試單元 賽道測試是我開的這台車 載我三條自製的賽道 的晴天跟雨天 盡可能刷出的最快單圈 這個測試是建立在我的駕駛技術上 不保證每個人開都有相同的結果 想要自己開開的話 賽道連結在下方說明欄中 首先是甘地城市 我必須說一開始我就 很不習慣 因為它幾乎沒有聲音 然後加速非常的快 一下子就到達極速了 但極速就沒有很快 然後在城市賽道的待着線上 感覺要開的特別久 車子的重量明顯 穩定度很不錯 不太會飛起來導致過彎時 稍微的邊轉向不足 前面煞車測試只有中等的水準 但因為夠重夠穩比較不會氣飛 所以使用上下車力強大 比起其他車 有明顯較晚的下車點 是完完全全的乾淨駕駛風格 完全不帶打滑的 出彎以後我們稍微要控制一下 因為動力很強 太早全開油 會出現四驅的轉向不足特性 可惜這次輪驅動 分配系統不能調整 不然再多點轉向輪速差的輔助 這台車可以更強大 時間是1分20.248 比380慢一點 比GTB改裝款快一點 三台都在20秒區間 濕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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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捲風在這裡下車距離依然很短 ABS的效果很好 甚至比其他車 而GTB的下車點更短 他面臨的障礙不在下車路外上 而是在重量跟過強的動力 出彎加速只要加的猛一點 很容易就外拋 去跟外面的障礙物親熱 加速上要很小心 等於有點封印了龍捲風最大的武器 可以看到我們每個出彎都有點要彎不過的感覺 時間是1分24.250 落在GTB改裝款跟PDRR之間 以甘地慢了種種的4秒 不過目前測獲大多賣3秒左右的比起來 變慢蠻多的 他也說龍捲風對身體的適應力 算是比較差的 但是在群艱旁就逐 dots 可以營利的情點 Suff Milliarden Sendulre 剧裡面 趁車旁呈 来到干地山道 一台车如果适合干净的驾驶风格 就特别考验驾驶 对行车路线控制的精准性 再加上山道有许多连续弯 找到适合这台车的路线 在强大的加速 稳定的车身动态加持下 就能够开出优秀的成绩 而且因为车重 动能大 这条赛道部分的障碍物 就算撞了也没有太多影响 这在精准控制不容易的GTA中 也算是个不小的优势 当然几个比较急的弯 还是得小心动力输出过强 造成的外抛 外抛又不赶快松油 重处赛道压到旁边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救了 因为失控的状况下 上了泥土地 抓地力变得更低 就更别想拉回来了 时间是1分25秒.353 没有靠直线的X80挡在前面 顺利拿下目前10台中 第二的位置 平坡拼仗的0.433秒 所有测货的数据 都在下方说明栏的连结中 也可以去点之前的车评影片来看哦 不过X80之前呢 因为GTA计算距离的错误 导致车速特别快 还是以连结中的表格为准 10地山道 10地山道 10地山道上的龙准风就完全是抓不住地了 如果有看过猫狗在磁砖上打滑 10地山道的龙准风给我的就是那种感觉 整个非常难控制 转不过去 加不了速 也飘不起来 不过这些感觉都是相对于干定而来的 如果不要开得那么激进 用比较温好的方式假日 早早减速 慢慢加油 靠着不管怎么样 都很明显的加速优势 反而可以开出不错的成绩 只是就没有办法要求什么爽快感了 时间是1分30.792 跟PJR非常紧 只差了0.068秒 可以算在误差范围内 往上是RH8雨天神车 往下是下一步要介绍的GTB改端款 能不能温 orange 这是哪个bt問的 更容易 担心 打掛 4 挨 2 說 驚 4 鱼 Candy 妹妹 这场不小心没有关到配对 给人家乱入了 不过没有影响刷出圈速的那圈 所以成绩还是准确的 这样试下来 龙虫风的手感真的是蛮特殊的 就连到了越野路 居然还保有抓地跑的特性 上波几乎都没有打滑的 只有下波会滑 滑的幅度也不大 其他车多多少少会有 越野像屏幕雨天的感觉 龙虫风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实中想要在这种路面上门门的标 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看着拉力赛车就知道 没有一台像龙虫风这样 不过这是GTA 我认为它给人 不擅长 边滑边开的人 一个超跑拉力的选择 当然还是比起一般 但路面容易发生外偷 油门必须要小心一点 看好路线 没问题再全游 不要想靠着加油增加转轮能力 它不适合这样开的 时间是2分01.588 跟刷了目前存防守的 三铺老子沙额0.432 比R18快了1.30秒 表现非常优秀 阶段上 我让你一直有东西 拔行 。 这界冠军 。 在手派 因 tank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师弟越野 应该很惨吧 开之前我是这样想 没想到师弟越野反而滑的恰当好处 弥补了甘地转向不足的问题 获得了更好的操控性 开起来更轻松 不过速限雨天抓地力降低 为了不要外抛失控 加油辅助转向后又必须松油 比晴天慢是无法避免的 时间是2分04.958 比晴天慢了3.37秒 距离目前榜首的伤狗狼 2.867 进入跟RH8一样 这样看来低抓地路面的RH8 也是太强了 坚持继续 坚持继续 垃圾 坚持继续 坚持继续 坚持续 坚持继续 坚持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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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